我決定了 全公司全部人都配一台 相信大家在生活基本上就回復正常了 像戶外也不用戴口罩對不對 但歷經這次疫情以後 讓我深深的體驗到 遠端辦公 太爽了 真的 開玩笑 爽歸爽 但我們認真還是講一下 遠端辦公帶給我們 對於一些公司員工的工作模式的 相關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或許可以更有彈性 而且更有效率 就例如員工就可以省去 通勤進公司來回的時間 會有更多休息的時間 因為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的後製節安安 他們都離家很遠 來回都要超過兩個小時 所以你看 如果省下了這兩個小時 是不是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後製節是不是就可以多 睡一點 好了 再來 因為我們是3C的新媒體的公司 所以我們公司的內容 應該有 最新 最快 而且搶話題的熱度上 假如在放假時間 如果出了什麼 手機 3C 或者是公司相關的 很急的內部的消息 那我們就變成要幹嘛 趕緊進公司來處理 有介於這些情況下 我覺得 公司每一個人都配置一台 Service Pro 9 二合一裝置 每一個人的工作型態 就可以變成 混合的辦公模式 既然要改變新型態的工作模式 我覺得每個員工就需要一台 可以能夠攜帶 輕便電腦 傳統的桌機太過笨重 不好翻譯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去滿足 遠距工作的需求 所以我選擇了Service Pro 9 因為它二合一的平板筆電設計 它結合了筆電的功能 還有平板的像這樣 平板的很凝巧性 相較於一些筆電 會來的更輕巧 而且你看 它是機身採用精美顏色的 高級鋁製外殼 所以它有白金石墨 寶石藍 森林綠 四種顏色 你不會覺得很好看嗎 對不對 再來第二重點就是 它就是觸控螢幕的設計 觸控螢幕 好處是就可以直接在螢幕上 做一些觸控操作 使用上可以更直覺 而且可以更迅速 如果你有文件要簽名的話 以前公司要怎樣 先印出來 然後再拿筆簽 現在Service Pro 9 可以直接用Service 在這裡 超薄的收些筆2 你在螢幕上就可以幹嘛 直接簽名寄出了 連紙張也省了 再來就是大家很常做什麼 視訊會議 剛好它內建這邊高畫質鏡頭 而且他們的喇叭 指向性的麥克風 視訊通話上面效果很好 我跟你講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視訊的效果如何 來 我跟你講 你今天 我想要check一下 你今天做什麼事情 我今天就在剪片 剪片 剪了一整天 中間有沒有五歲 沒有 我在看劇 你在追劇 對啊 因為其實是導演霸佔了我的沙發 所以我就只好追劇了 原來是這個原因 那你覺得我這個聲音這樣 效果是蠻好的 蠻有磁性的 哎呦 很會講話 可以再送你一台Service Pro 9 太棒了 是不是很不錯 然後再來你可以看到 它是13吋的窄邊框的螢幕 而且它有120Hz的刷新率 加上廣射率的色彩 追劇也很不錯 而且它還內建了整個色支架 你剛有沒有看到 我剛把他拿起來 就是這個整件支架 可以調整角度 你在五秀的時候 可以邊來看影片 邊指販 你五秀完成以後 是不是要打腳本 要做簡報該怎麼辦 嘿嘿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把你的Service的鍵盤拿出來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筆電了 而且它還搭載了 Intel Evo的這個平台 第十二代的Intel Core i5 或i7的處理器 這個就看你的選購的規格了 講到了這個手機器筆 它還可以放在這裡 鍵盤之中 它還可以同時替筆做什麼 無線充電 這樣的效能跟運算能力 搭配這鍵盤使用 不管你是要做簡報 或是同時要處理很多的程式網頁 其實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續航力 長達15.5小時 所以你在外面的工作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它可以透過兩個 Thunderbolt 4的連接埠 可以快速傳輸你的資料 甚至於可以接多個4K螢幕 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安全性問題 畢竟我們在做工作是使用 就要一定在公司的一些內部資料 不能外流出去 那Service Pro 9 它就完美符合這個需求 它是微軟的安全核心PC電腦之一 所以透過硬體跟軟體的深度整合 來到有具備高安全性的個人電腦 所以你在使用它來用一些很敏感的一些機密的私密的資料 其實來處理是完全沒問題的 以上就是為什麼我決定要替公司每個人選購一台的原因 推薦給長遠端辦公的粉絲們或是公司企業 因為我們公司也是除了後製使用電腦以外 其他人的電腦主機也都盡量輕量跟小型化了 有這台Service Pro 9以後 連桌具其實真的不需要 你現在只需要一台二合一的裝置就能搞定了 即使你沒有進公司 也不會影響任何的工作進度 順便提一下就是Service Pro 9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5G的版本 它特別就是它搭載了Microsoft SQ3的處理器 而且它的使用時間 電池續航力可以長達19小時 然後搭配兩個USB-C的連接埠 還可以透過全新的神經的處理器 去自動定框 眼神接觸 語音對焦 然後人像背景模糊 即降噪這些相關的AI的功能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有問題的話 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 等一下導演 我忘了做最後一個動作 再來就是你的了 被摸過了 大家都新的 只有你用我摸過的 然後的時候組成的 不認真 最容易就能就能夠 你有問題